不管对平台来说 还是对卖家来说 物流环节都是十分重要或不可缺的一环 物流价格和效率的高低 直接决定了卖家产品的销量以及店铺的评价 今天我们来看看多南亚最大的电商品来虾皮的物流概况 首先我们先明确虾皮在多南亚总共有哪些站点 虾皮的站点总共有台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这些 虾皮各站点物流渠道概括如下图所示 对于中国大陆卖家 虾皮在台湾站点的跨境物流主要使用原图、顺分和虾皮自由渠道SLS 并提供宅配和电配店的服务 宅配在台湾站点的最终派送由顺分和台湾站点黑猫宅机便完成 电配则派送指定的711便利店和全家便利店等待买家提货 如果首次派送不成功 黑猫宅配可以在7天内进行免费派送 电配则为二次派送服务 虾皮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跨境物流主要使用三个渠道 虾皮自由渠道SLS、LWE和出口E中油小包服务 虾皮在印度尼西亚的跨境物流服务主要商使用 虾皮自由渠道SLS以及LWE的印尼物流渠道 官方建议原来使用SLS的物流渠道的卖家切换为SLS Standard Experience渠道 由于受当地物流条件所限 占卜开通有众渠道 虾皮在菲律宾和越南的跨境物流服务主要使用虾皮自由渠道SLS 在这里介绍一下 买家在虾皮下单时可以选择两种支付方式 一种是NONCOD非货道付款 一种是COD货道付款 非货道付款包裹需要由买家下单时在线上完成货款和运费的支付 可以使用信用卡、银行转账等方式 COD包裹则是物流供应商向收件人收取货款和运费 买家下单后无需任何线上支付动作 作为卖家需要把产品用包装盒包装好之后 将产品用国内快递 国内快递没有要求运送到相关物流配送的中转舱 并在店铺后代提前相关信息 等中转舱接收之后 便会清关运送货物到买家的手中 这里可以选择带发货的公司 因为很多卖家都是从1688拿货 那么在1688上就可以直接下单 收货地址停写带发货的公司 等货到了之后 又带发货整理打包 运送到虾皮的中转舱 再次收货地址停写带发货地址